很多人认为种地很辛苦 但对我们来说是很少有体力劳动的 基本上就是做数据分析和计划 种地就像打游戏一样简单 我是爱爱鹏 90后和你们一样喜欢打游戏 但我和你们不同的是 你们的游戏场景在电脑屏幕上 而我的就是我身后这片广阔的面田 你们通过鼠标键盘来完成操作 而我有它 有它 有它 有了它们 种地就像打游戏一样 充满了趣味和挑战 今年我跟同事林雷两个人 在新疆用最新的科技种了3500棉花 两个人完成原本需要30个人的任务 刺激吧 来吧 让我带大家一起进入我们的游戏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游戏 这就是我的开局场景 荒芜吧 那我们就准备开荒吧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 我们把种地分为 耕种 管理 收获 这几个环节 耕种就像是游戏初期的开荒 耕地和播种 我们都可以用上农机自驾仪 这样就可以高质量 高效率地获取游戏资源 扩张你的领地 减少游戏时间带来的疲惫感 现在我们的基地已经建好 但我们是不是会面临小怪的骚扰 以及机器的建设维护 比如 派虫 砸草 打顶 浇水 管理环节的话 浇水施肥通过我们的智能电动阀 血肥一体化的硬件系统 还有打药通过农业无人机去完成 除草打顶 也是通过机器人去执行 我们是很少有体力劳动的 会有大把的时间去享受生活 但是你们一定想不到 我所面对的终极boss会是他 今年最大的风是4月18号一场风 刮掉了1450亩地的幼苗 它是把地膜直接掀掉 必须进行20多种 但是好在我们早就建好了防御它 智慧农场系统里有气象预报功能 能提前发出警报 我们还利用棉脉分波的防风措施 先种植小麦 利用小麦的高度 帮助棉花苗抵挡分杀 通关就不用说了吧 那肯定就是分收 采棉机就是我们培训出来的重装骑兵 所过之处片棉不留 今年的通关目标是5500 预计一亩地大概能产400多公斤棉花 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三年的计划 第一年允许自己犯错 第二年呢总结经验 做好改正 那第三年就是希望能实现商业复制 目前来看的话 游戏进度十分顺利 在南疆的蓝天白云天气比较少见 你看今天又是一个杀生天气 但即便是这样 然后如果有农户有农师找我的话 我一定要去看看 哎哎 土老板你好你好 你好 啊咋回事呢 我这个棉花 有点问题 请你请找医生 行呐 那我们过去看一下吧 好的好的 棉花开花开的可以啊 哦 不过 结的拖子不太好 嗯 今天就是高温天气太多了嘛 是啊 高温天气太多 然后 有落的你看 这种落的 空窝的 就是 这之间是红之珠这是 像我们碰到这种杀生天气的话 这个 打药就不要打了 然后浇水的话可以正常浇 让种地像打游戏一样 让种地像打游戏一样 就是我的终极目标 希望更多的人加入我们 成为新一代的农田管理者 发展智慧农业 一起实实在在享受到高科技发展的成果 中文字幕志愿者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